大家好,事情是这样的 前段时间关注我的一个小伙伴刚入龟坑 买了一只巴西龟 过了几天就听到一些言论对巴西龟产生了质疑 私信问我巴西龟是不是有病菌 没别的龟好 我就想着是时候做期视频为巴西龟证明了 要说龟圈的顶流天花板 那肯定是如今炙手可热的一种蛋龟了 甚至有些蛋龟品种还号称是最完美的龟 至于最糟人嫌弃的龟圈地板砖 那一定是巴西龟了 说白给都没人要 也一点不夸张 至于巴西龟为什么如此糟人厌弃 明面上无非以下三点原因 我来逐一辩驳 一是说巴西龟很脏 携带病菌 不卫生 说实话 这一条都有点反科学了 什么龟都有可能携带病菌 细菌也不会只往巴西龟身上跑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种说法 就是因为现在巴西龟到处都是 随便在人工湖小水沟里抓一只就回家养 肯定容易携带病菌 而且个别人看巴西龟便宜 就不好好养 成年累月不换水 龟长期生活在污水里肯定容易滋生细菌 其实只要走正规渠道入手 按正常水龟的饲养方式饲养 巴西龟携带病菌的情况跟别的龟没什么大差别 二是说巴西龟是入侵物种 贪婪凶残 挤占国龟生存空间 破坏生态环境 巴西龟确实是入侵物种 可外来龟类又不止巴西龟一种 比巴西龟凶猛的品种大有龟在 可为什么只有巴西小恶等少数几种龟成了入侵物种呢 还不是因为便宜 个别人舍得放生 让他们放个窄桥试试 这都是抬举了 他们连稍微比巴西龟点的草龟都舍不得放生 这不是积德 是缺德 至于我国曾经那么丰富的野生龟类资源 为什么消失殆尽了 淡水生态环境又为什么被严重破坏了 难道真的只是巴西龟干的吗 当然 说归说 大家还是千万不要放生巴西龟 三是说巴西龟丑 说实话养过巴西龟的小伙伴都知道 巴西只要稍微正常点养 真不算丑 有些个体还很好看 至于网上那些丑徒 多数是在恶劣环境里养出来的 还有就是涂油漆或者长期水不过被的情况下 被假畸形了 其实还有本质上的一点 那些诋毁造谣巴西龟的人往往不愿意说 那就是巴西龟实在太便宜了 网上批发几毛钱一只 便宜就被轻视 如果巴西龟的价格也是几百上千 那我想抱着各种目的吹捧巴西龟的人也不在少数 单纯讨厌巴西龟是个人自由 没什么错 但不能造谣和诋毁 甚至去误导他人的判断 巴西龟是很多龟友入坑的第一只龟 承载着许多回忆和快乐 别对他们有什么偏见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